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直接在这里冲茶喝 吃雪茄 老板请阿詹吃雪茄 喝红酒 因为之前我的船也是 有时下雨出海又有出海那种气氛 在这里打牌 踢个卡拉OK 外面下雨也挺浪漫 都是的 好天又好天晚霸 不好天又不好天晚霸 其实很多老板有时出来应酬 下水玩是其次 主要都是上来 或者是玩一下波卡 吃一下雪茄 喝一下红酒 还有你说得对的 一艘船 我说一下我自己 我所有介绍的东西 我都玩过的 我没玩过就不会介绍给大家 因为我享受过 觉得好 玩游艇 一个就是家人 是一个很好的活动 因为坦白说 子女也好 朋友也好 在船上大家都要聊天 不是你真的干什么 如果在外面有人看手机 但是在这里 就是大家一个聚会 另外 亦都作为公司的一个活动 公司员工的活动 另外其实我以前 我很多老板 你知道我做很多 很多发展社会 有时为什么发展社会 是那么好呢 有时来香港 招呼一下他们吃饭 上船那里 喝一下东西 有时不一定要开船出去 有时不一定要开会 都很特别 很有气氛 很多时客户都反映 你因为在办公室 在餐厅吃饭 你显示不了你的财力 但是你玩游艇 一定是有一定的财力 才可以做到这个船冬 那也没说财力 起碼那个实力 他觉得你个老闆 觉得你个老闆 都挺懂得享受 对不对 是啊 我想没有 有时你和老闆也好 就像我那些老闆很多 我们的发展商 那我把特价给你 对不对 买桌 送回多东西 给你也值得 对不对 刚刚我说到 给我的观众 知识 50呎的艇 和50呎以上 和以下 其实在哪方面要住 比如我慢慢租位拍船 或者买的时候 有什么大分别 刚刚你说了 第一 50呎以下 只要靠个二级牌就可以了 50呎以上 就靠一级牌 一级牌就很难了 对不对 是啊 因为你都要画海图 和你是真的 和考官面试 是要对答的 不和你二级牌 你是做multiple choice 就这样 one pass paper 就可以了 而且你要有一定的航行理数 因为你驾驶这么大的船 你真的要确保你船上所有人的安全 就是责任是很大的 而且通常驾驶这么大的船 有可能要考虑出公海 是不是 短程好吗 都少一点 其实香港 香港船长 通常都做回香港海域 如果短程那些 就要一对沽了 因为 我经常都有梦想 想驾驶去大阪区 如果是 其实都不难的 因为之前没有疫情之前 我公司老板他们都经常有活动 澳门 三亚那些船展 我们经常都会参与 因为现在疫情关系 只是隔离14天 已经令人很头疼 其实都可以 之后会安排得好些 到疫情过后 会做多些 或者中港 中澳交接 的船批 或者活动 可以给很多船主参与 好啊 我其实已经和老闆在谈 慢慢开关 怎样 我们由香港驾船 刷上去大湾区 去南沙 正啊 对吧 是啊 上过很多东西玩 看看沈山的视频 吃东西都很正 上过太多东西玩 又冲浪又整 很吸引 好像买楼一样 我一定捉住 第一 什么价钱 我首先说买船 买船 买二艘的船 最便宜有多少钱 其实如果你要求不高的话 不要说木船 因为木船的保养 虽然便宜便宜 但保养很麻烦 因为木船有些重铸 那些很大问题 很麻烦 如果你说纤维船 台湾船 那些年份 够少少 可能二十多三十年 八几万左右 已经有了 八几万左右 是啊 其实有些人说 二十多年船是否很够 其实只要engin 保养得OK 纤维船的船 都不会很大问题 渗水那些 摘上膠边 维修那些 都不是很难处理到 那当然你说 我想享受得好一点 漂亮一点 那有些欧洲船 可能十多年 那你预二百多万 三百多万左右 都已经可以 二三百万去欧洲船 是的 多少年左右 那些你预 都要十多年 十多年多 那最美的那些呢 这些呢 这些是漂亮的 这些是多少 这些是Viva 86尺 那是一一年 那现在市场 这些暂时是租的 另外市场有一家 16年都是Viva 88尺 即这个款一模一样 是很近似的 16年 那一只卖四百二十万欧洲 欧洲 欧洲 即是港币多少 大概三千八百万左右 三千八百万左右 是啊 那如果三千八百万 如果买新的 同一型号多少钱呢 我想知道二手 差多少 七八三十万欧洲 差二千多万左右 哦 都差一半 三分一左右 是啊 七成左右 如果这样说 其实那些船 都挺保值 当然不会升值 因为相对说 我这么多年份 我买一辆车 可能就未必卖到三分二十价 是啊 其实船呢 你说价钱跌的话 是刚刚第一手跌到第二手 即是新船到二手的时候 价钱是跌得急些 但二手之后价格都比较平稳 除非你说船里面的引擎坏了 即是保养得很差 另计 如果你是保养得良好的话 到某一个价钱 都不会跌得很急很多 我当时玩了租 我选择一只美质素的二手 因为我想着慢慢 你知道我很发烧 我喜欢玩一样东西 慢慢又要升级 那我慢慢卖出 我希望就不用亏太多 即不要亏太多 那我补回一些钱 我就可以慢慢再升级 我就算了 那我就觉得 这是一个好方法来的 是啊 是啊 八嬸先生 其实好像很多初初玩船的人 都由五十尺开始入手 因为很多人都 开始玩船 会觉得 我想自己开 因为考过二级排入不是很难 但其实如果开二级船来说 那我都会提议 你头十几次最好 都找一个船长帮着你 是因为船里面 其实你每次开船 你都要查过所有基件 入水入油 还有你那些按键 因为船里面 其实不是很简单的 它有很多按键要按 开一些引擎 发电机 电键都几十个 所以我每次都会提醒 一些新的船东 就是不要经常想着 看完就会记得 因为一些键多到是你记不完 那最好就是拍一条片 即自己用电话拍下 因为有时候电话都说不清 最好就是自己拍得清清楚楚 那有些什么事就自己看 这个就是Joe给大家 今集第一个秘诀 即如果玩船的话 通常都好像 我都在排期考船牌 但因为我上了大阪区 那现在重新又要报个名 我和我儿子都报了 基本上 我想好像我这样 十个都九个都 如果买五十只以下 都想自己考个牌 这个温厉怕 有可能自己可以过温厉! 有可能自己可以登ilee 記住 都管只想玩更大多的船 而且又会说 每次說到要高船 月 ilLEY ihrал 又要高 IU 也要顧少女孩 又要踏山赛 可能最后 听� cortex 都会说我请过温厉多装 其實我平時只是跟家人玩 自己駕駛當然沒問題 但如果你說我經常要招呼老闆、親朋戚友 你自己駕駛就經常有很多東西 又要徑仇、又要很多東西擔心 可能會買一隻大一點的 到時找人駕駛就輕鬆很多 我的計劃是這樣的 如果家人玩 其實這隻船就不用開很遠的 例如現在我黃金 我可以開去附近的沙灘 其實自己駕駛可以的 其實都是開出去幾十分鐘已經到了 下個樓已經可以玩 你一轉出去黃金泳灘已經可以玩 那些我就無謂找船長了 但如果你說叫朋友出大海的時候 我就覺得就算自己懂得駕駛 我都建議找船長 什麼叫船長就是幫你駕駛 通常找船長最好是找到一個水獸 其實也不是很貴 一個船長的水獸 他又駕駛 那我們就自己玩 不用兼顧那麼多東西 是啊 有時扔一下Fender 有時顧一下上屋船上的小朋友 還有多個人看 你就自己真的很享受和享受整個旅程 星河單堤 一個位於維州南站旁邊的樓盤 十二年的大盤 發展了十二年非常成熟的小區 而且樓的品質非常好 護益也非常實用 人氣非常旺 那究竟這個樓盤有什麼特點呢 立即去片 如果想看完整的視頻 馬上踢入我們V家大灣區順盤王頻道 所以阿祝今集給你第一個提示 就是大家就算你考了牌也好 你投過十多次 最好都是找船長 找人駕駛 但當中你要學 拍下它 或者教你的按鈕如何使用 我現在都是這樣做的 全部都黏在尼布上 因為船的牌子不同 其實按鈕有很多東西 真的不同 尤其是有些是歐洲船 那些文字 有時候看不明白 是啊 還有現在更新的船 裡面全部都是電腦的 舊船的沒有那麼多 新船真的有很多 所以一定要拍下 OK 先說這艘船 先說賣價的二手 這艘船 剛才你說這艘船是租的 可以租的 租多少錢 其實現在這艘船市價 例如九至十萬元左右 八個小時 八個小時 OK 連同水手 連同水手有錢 但是有時候船上那些玩具 現在很流行的 好像泳池 水泡 大滑梯 另外收費 另外收費 OK 租公司 可以買一艘新船 可以買二艘船 可以租船 所以有些觀眾 我還未買 或者想玩一下 也可以幫助租船 租船 這艘是超級豪華的 超級豪華遊艇 如果大家要嘗試做富豪的感覺 這個可以嘗試一下 最便宜的船 你的公司租有多少錢 最便宜的台灣船 我們現在租一萬六千多左右 好便宜 我聽說我女兒經常跟朋友租 都好像兩三萬 那些已經是歐洲船 歐洲船 所以大家觀眾 如果最近夏天想租船玩一下 那你也可以找阿Joe 不過所有剛才你講 關於這些買船租船二手 大家可以在下面 今天看完這集之後 下面留言 我立即PM你 接著我會介紹給阿Joe 服務真是優良 我不是說笑 我經常說 許老闆很幸福 我經常問 你不如幫我買大灣區樓 哈哈哈哈 謝謝阿沈家 當然不可以 老闆殺了 不是我跟老闆好友 我跟老闆好友好友 所以他的服務真是非常 我真是 你 即是我 我都不要介意這麼說 有時候我們賣樓 我們都要跟你學習 好貼身 他的服務好貼身 事無大事的事 阿Joe真是有求必應 所以這個年輕人真是很值得贊聲 我拍四個樓盤 都是經過我親自到現場觀察 挑選出來的 而且每一個項目 我都會親自評分 如果你不想看樓盤 就馬上按訂閱鍵 還有按旁邊的小鈴 有新片就會通知你 先投資再投資 如果內容幫到你的話 馬上給我一個讚好 和分享出去給你有需要的朋友 還有任何關於這個項目的問題 可以在下面留言區留言告訴我 我們都要每個回覆你 有你們的支持 我們才可以繼續拍下去 好 阿Joe你專業 這艘船 說一下我們好像車一樣 幾個部分 馬力多少 讓我們學一下 這艘船這麼貴這麼漂亮 這艘船就是Riva 這是意大利牌子 意大利牌子 是2011年 這艘船是兩部MTU機 兩部加起來馬力是4500 這艘船可以推到30多 但其實很少推到這麼準 最快是32左右 32Log 什麼叫32Log 例如你如果行車的話 你計算米標行81 那他就行32 其實平均船來講 20多都已經很快了 他可以行到32Log 滑升非常之快 因為未推到最盡 因為很少用到最盡 因為船真的有很多 然後是不是 多數在歐洲國家 都帶船來製造 台灣那些便宜一點 其實很多 現在好像斯洛文尼亞 會有做一些Green Line的船 它就有太陽行的用途 它又可以省電一些 我聽過有一個太陽行的 是啊 那隻幾千隻 那隻新船價 都是約700多800萬 那隻不是很貴 而且現在的款式也挺新的 那隻也有點興趣 是啊 那隻挺漂亮 老地賺錢 是啊 因為現在很多都 如果你轉用太陽能 有儲電功能 應付室內的電器 都不錯 不用用到發電機 不用用到發電機 而且針船的油 比車的油更貴 可能很多觀眾不知道 如果少用發電機 省油也省不少 是啊 還有好像台灣 台灣船是香港最早期的時候 通常玩台灣船 好像Diner Go Island 那類 那時候台灣船比較便宜 還有台灣船有一個好處 它不同於歐洲船 歐洲船 室內也會有駕駛艙 台灣船只有上高 室內有 因為裡面的空間 就再大一點 沒有馬位 是啊 再少多一個 成本又便宜很多 它做少駕駛艙 都可能是的 所以台灣船便宜一點 是啊 都挺實用的 現在好像Ruby那些 都很多人 新船多少錢 如果是台灣船 即是玩得下的 新船你現在預算 漂亮一點的那些牌子 可能都九百多萬 九百多萬 OK 好好 時間關係 大家今集很豐富 因為玩游艇 真的有很少人拍片去講的 很感謝阿周肯花這麼多時間 謝謝沈先生 約我老闆做這麼漂亮的船 給我拍 不然太陽就流了口水 不過這麼說 只要看樓一樣 上完天堂 我們都要去凡間 OK 阿周下次 我約一艘船出來 比較大眾化價錢 好嗎 我晚一點安排 好 那我約定阿周 大家繼續追下一集 我打算和阿周大概拍五集 而且每一集 阿周都會分享一些 如果大家玩遊艇 阿周也好 肯定都會分享一些 提示或者秘訣給大家 大家學多些東西 如果大家對玩遊艇 有興趣 這方面更加要看 我玩得很開心 好 下一集再和大家見面 多謝阿周你安排我這個採訪 多謝沈先生給你機會 不是 OK 拜拜 好了 大家一直看 是不是覺得很過癮 因為這個題材比較少 大家一直有追看我的博士頻道 都知道到現在都千多條片 無論內地好 好 香港好 甚至我以前去台灣 去日本等地方 其實我看到一些好玩 好吃 一些人生精彩的東西 其實我都很希望和大家分享 而且和大家分享的所有 我都是親歷其境 自己都玩過 試過 吃過 我覺得不錯 我一定會介紹給大家的觀眾 其實現在我和觀眾 都好像朋友一樣 所以我拍片的時候 都是很自由 很隨便 我們都不會好好做作 或者要夾定 我們都不會的 見什麼就拍什麼 所以我的影片就比較快 就是範圍比較闊 我和大家香港人一樣 其實香港都算好 大家看現在全世界都 最不開心的 現在的疫情 到現在都還未斷尾 外國很多國家非常之慘 印度 泰國等很多地方都很嚴重 坦白說香港和內地算是不錯 澳門等都算不錯 因為我所說的不錯 感染人數比較少 但是戰爭點也好 我們香港人是比較喜歡以前 出外 玩 享受生活 突然之間這兩年間 變得這麼局促 很多人的心情都會比較差 甚至有些精神病都弄得出來 所以在這兩年 我都拍了很多視頻 有很多觀眾留言 好 所謂博士 我看你的視頻 雖然我去不到那裏 但我都為大家可以解悶 或者可以抒發一些心情 其實這次我找了Joe 幫忙拍幾集遊艇 其實遊艇也是一個玩的東西 便宜一便宜玩 你租一隻船玩 整家人出海都可以 貴一貴玩 當買車一樣 買一輛靚車來玩 都會 所以大家很少見我 我很少買一些跑車 名牌跑車等等 因為我覺得 遊艇 玩遊艇不是一個人玩的 等於我現在打球 我喜歡運動 我喜歡打籃球 打籃球不是一個人玩的 游艇你絕對不會一個人 駕駛出海 不會的 你一定會約朋友 家人 公司 大家的員工等等 所以其實遊艇是一個空間 這空間是讓大家溝通 互相了解 我覺得其實是一個相當不錯的活動 加上這兩年疫情的原因 遊艇出海 大家的空氣也好 環境也好 就比較好 所以我都非常推介大家去試試玩這類的事情 可能現在很多香港都很流行 我行山 跑步 踩單車 玩遊艇 租艇 買艇 出去玩 便宜的 二艘船去玩 我覺得也是可取的 我經常都去分享 人生當中 賺錢賺錢賺錢 賺了錢要懂得享受 所謂享受 其實都是回報 我們有一艘船 跟家人一起去玩 去開心 其實就是我們這麼辛苦賺錢 的一個回報 我們經常說 懂得賺錢 懂得投資賺了錢 不懂得花錢 花錢不懂的意思 你不懂得花錢在有價值的地方 叫做不懂得花錢 所以我本人自從有遊艇之後 跟公司的員工 跟家人等等 都是多了很多節目 而且是很開心的節目 而且通常上船出海 基本的朋友 都會很受歡迎 都會說我來啊 現在在船上 大家會一起煮東西吃 一起煮東西吃 一起玩水上的遊戲 一起游去沙灘 其實也有很多活動 玩玩啪牌 打麻雀 甚至乎如果一隻船是你自己的話 晚上你也不要忽略 其實晚上很多時候 都可以當家人一樣 當一個 你的度假屋都可以 很多時候晚上 拍在碼頭 通常很多 清水灣 或者黃金海岸 那些碼頭的環境都很漂亮 因為能拍船 都是海邊 其實你都可以在晚上 不一定會出海 其實你都可以上船 在船上打麻雀 吃個晚餐 你叫到回都可以 在那裡睡一晚都可以 吊下雨都可以 其實都有很多樂趣 今天時間關於不說太久了 日後在幾集 游艇的玩樂方面 我再講多些東西給大家聽 以及找阿祖 再給大家一些 游艇方面的知識 大家多求一些知識 學多一些東西 OK 下集見 拜拜 下集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